农历春节是用车的一大旺季 而近期在国内疫情升温之下 返向民众舍弃大众运输改自驾需求量大增 国内的共享交通业者也瞄准了春运的用车商机 积极的扩增千辆共享汽车全速上限 预估在春节期间 租车量渴望成长五成 车子接收紧急调派连忙进场停入车阁 一辆回来一辆接着出发 车队清洁人员还得抓紧空档清洁骚毒 原先的春节租车旺季 今年再搭上防疫话题 设大众运输改自驾的需求激增 其中具有随租随环方便特性的共享汽车 更是供不应求 整个需求大概叫过往 平时的假期大概有将近五成的提升 那我们预计500台的车辆会全速投入营运 那目前的整个的预约已经超过了六成 一整排共享汽车停好停满全速上限 业者指出在春节期间 租车辆和用车时数预估将较平日倍增 也是最容易被民众抱怨预约补到车的时期 而在疫情延收之下 人潮与消费力留在国内 不少业者也纷纷扩增车辆 投入短租和共享市场提高车员供给 我们不受营业时间的限制 共享汽车将会超过4000台的汽车上限 那全台目前有1200个租借点 可以满足那个春节的临时用车需求 不仅Iran扩增超过千辆共享汽车 SmartGo也将车队全速上限 并打出安心牌增添清洁防疫人员 另外像是共享汽车同样超夯 WiMo今年就宣布春节不打烊 且不限骑程次数 电动机车GoShare更预告今年要推出额外的 骑程金奖励 共享业者动起来 祭出24小时不打烊策略和各种的下杀优惠 不仅是瞄准春运用车商机 更要趁势圈粉新用户 记者夏家印有才人台北采访报道